JCConf 2018 精彩议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险核心系统领导厂商 OF 号召各路顶尖人才 攜手放眼亚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离 赞助为您播出 那今天就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的 这么一个作品吧 Gravium 那么首先我想就做一下统计 在场的各位呢 在看到我们JCConf的议程之前 已经了解了Gravium这个工程的 这个项目的请举一下手 OK 看来今天我是来对了 就大家都基本上都不了解 那我就给大家广告一下 在正式讲之前我就先声明两句 就我接下来的演讲呢 实际上只代表了我个人的观点 而不代表我们甲骨文公司的立场 就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OK 上去下JDK或者JRE 现在JRE已经不见了 就下JDK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么一个 Java程序呢 跑在我们这里面 JDK里面运航的这个Java虚拟机里面 那么实际上呢 当然我们Java程序并非直接跑在我们的Java虚拟机上面的 而是它会先通过Java系这么一个工具 编译成为Java字节码 存储在我们的Class文件里面 然后这个Class文件 再跑在我们的Java虚拟机之上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有其他的各种语言 它能够通过它们的编译器 编译成为Java字节码 也就是说生成这么一个Class文件 那它也可以直接跑在我们的Java虚拟机上 比如说我们的Scalar, Kotlin, Clojure, Groovy 等等这么些语言 这些语言呢我们都可以把它们 统称为这么一个JVM语言 也就是说跑在JVM之上的语言 那么我们详细来看一下JVM里面的 这么一个内容 就是说我们的Java字节码呢 首先是会被 所谓的解释执行器 解释执行的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相当于一个同声传译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演讲嘉宾在上面 讲的是英文 那我们在下面有其他的翻译人员 同一个时间内给你翻译成为中文 然后让你听 那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效率是比较低的 就是说执行效率是比较低的 那为了能够让我们 这么一个代码里面的 就是Java代码里面的一些比较关键的部分 能够快速地运行 就是说能够提升它的执行效率的话 我们又有另外一个 这么一个组件叫做即时编译器 它能够把我们Java程序里面 反复执行的那一部分给拿出来 然后把它给编译成为我们的机器码 直接跑在我们的底层硬件之上 就是说我们的所谓的即时编译 那么我们比较一下这两者的话 解释执行器它的执行效率 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下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即时编译器 它生成的代码 它能够直接跑在我们的底层硬件之上 所以说它的执行效率是相当快的 另外有一个解释执行器 它能够立即就生效 比如说我们每看到一个 一条抓把这节码 我们可以立即地把它执行起来 但是另一方面 而即时编译器呢 它需要 它需要怎么说呢 它需要先把所有的这么一些 一个方法里面的所有的 抓把这节码 全部给拿下来 然后编译成为机器码 然后再部署并且执行 那这么一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会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够执行 那么下面一个比较的话 它主要还是那种 两者之间的协作 就是说我们的解释执行器呢 它能够获取我们程序 在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些个信息 就是说能够反映 我们的程序的执行状态的 然后这些信息呢 能够给我们的即时编译器所使用 然后来做一些优化 还是说我们会优化这一段字节码 来生成一个非常高效率的 这么一个机器码 那么举个例子的话 举个例子的话 就假设我们有一个条件跳转语句 那么我们有两个分支 如果说我们知道 就是说在之前的执行过程当中 有一条分支始终不会被执行到 那么我们在即时编译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忽略掉这条分支的 比如说我只考虑 另一条会被执行到的分支 那么这样来的话 我可以减少我的编译时间 那这样可以提升我的编译效率 可以让我的启动 启动的那个penalty没那么高 当然如果说我们不好踩 我们在运行过程中又执行到了 刚才那条我们认为 不会被执行到的那条分支的话 我们就会采用这么一个概念 叫做De-Optimization 它能够把我们从执行机器码的 这么一个环节给切换回去 变成解释执行 就是说原本是在这里面运行的 然后我们又切换回解释执行器 这叫De-Optimization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即时编译器里面 会考虑到编译时间 以及我们生成的程序的执行效率 这么一个权衡 一个Trade-Off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编译时间越长的话 原则上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来优化我们的制捷码 就是说生成的机器码效率也越高 但是我们等待时间也越长 那这样的话 在我们现在的招法讯机里面的话 它是有多个即时编译器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C1呢 它相对来说编译的比较快 但是它生成的机器码呢 它执行效率就比较慢一些 但C2的话它就编译的比较慢 那执行效率比较快 那么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执行模式 就是说我们的Java制捷码 就这个Class文件 首先是会被解释执行 那其中仿佛被运行到的 这么一些热点代码呢 是会被C1来编译的 那么热点代码中的热点呢 是会进一步被C2来编译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拿到所谓的热点代码呢 会被优先照顾到 就会被编译成更加快的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Class是什么呢 Class就是我们 甲骨人实验室所做的 能够替换这个最顶层的 收敛最顶端的这么一个C2的 这么一个即时编译器 那么可以比较一下 C2跟Class是一个什么区别 C2呢 它是用C++写的 那这很奇怪对吧 我们要给Java做贡献 还需要了解C++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 Class呢 它是用Java写的 相对来说呢 它就会比较容易维护一些 就C2的话 现在来说的话 C2就非常难维护 然后我们有许多GRA 里面被证明行之有效的 这么一些优化呢 是基本上就比较难 被Backport到C2上面去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GRA相对来说 它的使用的优化呢 就更加的激进一些 就是说它会 它生成的代码效率 原始上会更高一些 但是它也有可能会触发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deoptimization 那它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相对来说 开发的时间呢 就比较现代 所以说它的那个 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么一个 Modern workload 它相对来说 会比较友好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Java之后的Stream API 或者是Scala之类的 它相对来说会 效果会好一些 那么举个例子的话 就不知道大家听说过 淘逸分析没有 淘逸分析呢 是编译 编译里面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它所用的一个优化吧 它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淘逸分析 来证明某个Java对象 它是否淘逸 是否会淘出 淘出一个作用欲吧 就是说它 实际上能够确证 我们一个Java对象的 这么一个动态作用欲 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 一个Java对象 它只会在 同一个Java 线程里面使用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可以消除掉 关于这个Java对象的 这么一些同步的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用到 在我们即时编析里面 会用到的 是一个 把我们所谓Java对象的 一个堆分配 转换为占分配的 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的 这么一来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原本我们 分配了很多 这么一个对象 都会给我们的堆 造成一个压力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 变成了占分配的话 它实际上呢 就不会 再到堆里面了 我们再退出 当前方法的时候呢 这个对象呢 就会被直接回收掉 就是说不会再 给我们的堆 施加压力 不会再触发额外的 这种GC之类的 但是我们的hostboard呢 实际上是没有 做stack allocation的 暂时没有 应该说也不会去做 因为我们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选法 就叫做 叫做 scholar replacement 标量替换 这么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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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那这里就给大家 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看一下 这么一个 一个加法 class 它能够输入两个 整形数值 然后把它 把它相加起来 大家看 这么一块东西 它能够做出 什么样子的优化 应该来说 比较 还比较 比较简单 就下面这块 就大家如果说 给你们写的话 你们会把它 简化成 怎么样子的 实际上的话 我估计大家 也就看出来 就不好意思 跟我讲 这么简单的东西 对吧 那实际上的话 我们可以就 直接把这个 这个 这个新建 操作给它 消除掉 就直接变成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XY 那这就是我们 陶逸分析的 这么一个 一个概念 当然C2 也可以做 这么一个 陶逸分析 就是说 它也是会把 这个add 消掉 变成这样子 当然我们在 一般来说 在那个 真实的 这么一个 程序里面呢 就不会这么 这么明显的 这么一个 就是说我们 举个例子吧 我们的 forEach循环 它就会 调用我们的 Iterator方法 对不对 然后这个 Iterator方法呢 在我们的 Java核心类库里面 那些容器类呢 它实际上都会 给你返回一个 新的Iterator对象 那个Iterator对象 也是可以被 这个陶逸分析 给消除掉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 不用去care 它这个Iterator对象 会占据 我们的堆内存 就是说 在很多情况下 当我们变成了 C2编译的代码之后呢 它是可以被 被消除掉的 那么Grar 它在 C2的陶逸分析上面呢 还做了一层 就是说我现在能够 能够考虑到我的控制流 这是谁的手机 不好意思啊 不是我的 OK 就是说我们 Grar里面的这么一个 所谓的叫做部分陶逸分析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考虑到 我们的控制流的 是怎么一个回事呢 待会我再给你一个 简单例子 那么它的这么一个 效果呢 就是说它可以把 我们的对象分配呢 给推延至 真正需要用到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对象 新建对象的 一个部分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事例吧 就这里面的话 我会有 多出来一个分支 就是说在这个分支里面呢 我会把它给 放到一个 Static对象 Static Field里面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说它逃逸了 逃逸到堆里面呢 就是说逃逸到堆里面了 那在这一块的话 实际上呢 C2呢就无法 将它给优化掉 因为它会判断啊 我这个对象呢 这个新建对象呢 是会逃逸的 逃逸的话 它就不会优化掉 那我们假设吧 假设我这个condition里面 它只有1%的可能 是一个true 那大家觉得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下 就是说99%的情况 我这个新建的对象 是不会被用到的 那大家 大家现在看这个的话 就有什么想法 就是说能够 怎么优化它 有没有 有没有谁能够 勇敢一些 跟我跟我讲一下呢 OK 那我猜大家应该 还是也想到 就是说实际上 就把这个东西 给放到这么一个 dain分子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 可以做 就是说实际上 这个还是会 会跑在这里面的 这么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原本 我100%的情况下 这个都要 100%的情况下 我都要 都需要去做 这么一个分配 那实际上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我这里 也只有1%可能 就是说在1%可能 这个branch被执行的情况下 我才会 做那么一个堆分配 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那下面我给大家 简单的 开一个小demo 那这么一个程序的话 这么一个程序的话 它实际上我给了 很多很多这种 叫做InstanceFuse 就实际上就是 把这个对象 给它称大 那么它的代码的话 跟我们刚才的是 差不多的 就是说我会在这里面 这个所谓的bar方法里面 跑这么一个新建 然后如果说 有1%的可能的情况下 我会把它给它 复制到一个静态的 一个view里面 这样子的话 它就逃一道堆里面了 那我们就会 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跑 这个drava呢 是我们最新的drava11吧 应该是 然后我现在跑一下 这个跑的过程呢 它因为在后台呢 会不断地新建这么一个 复的对象 实力 导致结果就是说 我们的gc呢 会不断地运行 然后收集这么一个数据 那可以看到 大概我们需要12秒 那现在的话我可以跑一下 使用grab编译器的 那实际上我们的grab编译器怎么开启呢 我们在我们当前的drava11里面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 所谓的unlock experimental VM options以及JVMCI compiler 来开启的 那这个的话相对来说 就会快一些 大概我记得应该是几秒钟 就可以可以看到 我们就已经有一个 大概三倍的一个speed up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台它会做一些什么 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使用c2的情况下 它会不停地tick 就是说这是一个gc的过程 那我们就把它q掉了 因为这也看不出什么来 那如果说我们同样的在 在这里面跑的话 就是用我们的 用我们的grab跑的话 你可以看到 但实际上它的gc是比较少的 因为我们只有1%的情况下 才会真正地去做这么一个对象分配 OK 那么如果说我们比较一下 那个grab以及c2的性能的话 可以看到 对于java过来 我们这里实际上是比较了上百个 这么一个benchmarks 就是基准测试程序 它们的这么一个加速比 然后再把它们 几何平均一下 可以看到呢 对于java的这么一些程序的话 它大概呢 它的加速比会在1.02左右 然后对于scala程序的话 它加速比能够达到1.02 就实际上是相对来是比较高的 这是我们grab VM的企业版 就11版的这么一个效果 如果是社区版的话 大概是在1.11左右 就对于scala 那么twitter 他们是用很多scala代码的 他们呢 就基本上在产品环境中 部署了我们的 整个grab的社区版 就实际上 Chris Terlinger 以前是我们实验室的 然后后来他跑到twitter去了 然后他就负责部署 在他们那边 推进这么一个 部署grab VM的这么一个过程 他可以看到他的一些quotes吧 他说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他现在的话 我们提升的这么一个 不一定是性能瓶颈 但是他每一个小部分的 这么一个提升呢 都能够造成我们最终的 最终的一个big savings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 优化一些 那么我们因为有上百台 上千台这么一个程序 这么一个机器是在跑 这么一段程序的 那么他最终造成的结果 就是说他能够 能够省下很多 比如说电源之类的 当然我们grab的话 它不仅仅是一个即时编译器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 hostbvm是可以通过 在里面直接装载这么一个grab 然后在这上面运行 许多java虚拟机的一个language 这边语言 比如说包括这些 那我们实验室呢 那我们实验室呢 在这上面呢 还开发了一个叫做travel的一个框架 这是一个语言实现框架 就是说我们可以 让用户在这上面实现自己的语言 然后他能够实现的 就是说一个语言的 这么一个抽象语法术的解释器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上面跑语言 那我们实验室本身的话 也实现了并且维护不少语言 比如说JavaScript Ruby R以及Python 在这里面的话 就是说JavaScript是比较完整的 Ruby和R呢 相对来说就 还欠缺一些Python呢 就比较新 所以说暂时还不是特别完整 在JavaScript上面呢 我们是可以跑NodeJS的 比如说我们NodeJS是可以 可以用我们这个 这一整套框架来跑的 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 叫做速农 速农呢 是一个所谓的 LVM bitcode的这么一个解释器 比如说我们所有能够 编译成为LVM bitcode的 它都能够跑在速农上 也就是说都能够跑在 我们这整个框架上 那么这整个框架呢 是一个Java程序 它就能够跑在任意的 一个Java虚拟机之上 但是如果它能够 检测到我们的 虚拟机里面呢 是有Graph编译器的话 它能够直接调用我们的Graph 然后动态地编译 我们上层的代码 也就是说造成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说我们上层的代码 也能够被即时编译 也能够享受到 非常高的指引效率 那我们这里也比较了 各个的就各个实线 语言实线 以及它们对应的一个 最佳实线的这么一个 就最佳的商业实线的 这么一个比较吧 就跟刚才一样 我们也选择了 许多多的基准测试程序 那可以看到呢 对于Ruby和R这种 它的加速比实际上 是非常高超过了4 就是说用我们GraphVM里面的 这么一个R的实线 或者是Ruby的实线的话 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加速比 那么其中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 引进了即时编译技术 能够将我们上层代码 也编译成为扣代码 然后对于西加加的话 其实上你可以想 西加加这么一个的话 它定义了我们 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的上限 比如说我们顶多 也只能达到1的这么一个 那么这里面比较的话 就是我们用这种 Ruby和LT预先编译的 然后跟我们用速农来解释执行 以及即时编译的 这么一个效果 它实际上会相对来说弱一些 但是呢我们会提供一个 更加安全的 比如说我们在 写西加加程序的话 我们经常会碰见 比如说我们的内存访问 越界之类的这么一些问题 放在我们整个Java环境下 Java虚拟机里面的话 它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我们这些 内存访问都是可控的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越界访问 都可以被我们的Java 层面给截获到 然后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说以前我们可以 抛一些SickFord之类的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拦截 以及进行一定的处理 比如说我们还有可能 就反过我们的关键代码 就是敏感的一些信息的话 我们也可以进行拦截 另外一个JavaScript 我们是跟Google的V8来比较的 但相对来说的话 他们肯定就 因为有许与多多的工程师的话 我们这边的团队 只有大概五六个人 就专职做JavaScript 只有五六个人 相对来说 我觉得已经非常有效了 就是说能够用这么少的人数 达到一个差不多 而且这是去年的数据 今年的数据呢 他们也没恐惧 我也不知道 就应该来说是会更加好一些的 这后面的 后面的一个 两个关键点呢 主要是 一个叫做 Parsal Evaluation 另外一个叫做节点重写技术 那我先在这里先跳过 待会如果说我们之后有时间的话 我再回来讲这一块 就实际上还是比较多内容的 那么 Grav-VM的这么一些语言 它的另外一个优势所在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 所谓的叫做 Polyglot API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能够把所有的语言都统一起来 那么我在JavaScript里面的一个对象呢 是可以被其他的语言实现所探知的 比如说我可以在同一段程序里面 写不同的语言的代码 比如说我想要 对于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的那么一些 一些逻辑呢 代码逻辑呢 我就放在R或者Python里面来做 然后对于其他的 比如说服务器之类 我就用noJazz来做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我就可以在同一段程序里面 写不同的东西 这是我们一个优势所在 我可以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是一个 是一个JS代码 它是一个noJS代码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呢 是用了许多种语言 第一种Java 就我们在JS里面会调到Java里面来 就是说Java里面的一个 叫做BigInteger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会处理这么一些R代码 这些 这也是一些R代码 但是说我们会采用 相对来说 更加合适的这么一个 一个语言来做它合适的事情 那么这里的话 当然了 这里只是用制服串把它给串起来 就不是特别哑观吧 但实际上的话 我们是 只是为了展示效果 就是说 大家还是可以把它放在 单组的文件里面的 就不是用制服串这种形式 因为 要不然的话 代码高量之类的 也不会显示出来 那么先来跑一下这么一个 那我们在Grab VM里面的 有一个 另外一个 预编好的 这么一个程序叫做Node 也就是说 跟我们NodeJS是一样的 那我可以这里跑一下 然后它会提示 我们需要访问这么一个 这里面的话第一次跑 它会比较慢 这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呢 是在解释执行 那解释执行之后呢 它会给我们 就刚才那段代码呢 实际上是会给我们跑出来 这么一个东西的 那现在我在刷新一下的话 它实际上会发出另外一个请求 另外一个请求的话 到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它会就 到我们刚才跑起来那个的话 它就会比较快一些 你可以看到 下面实际上会变动的 下面这些节点是会变动的 就是说 说当它被及时编译之后呢 它的执行效率是比较快的 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际上是可以把 很多微服务都通过这种形式 给它搞好的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话 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个比较 就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 一个代码 它实际上就是会 会实现了一个 Chrome的developer tools 这么一个bottacle 能够允许我们在Chrome里面 调试这么一些代码 就我们可以把 刚才这个 当然它这个我们的 我记得VSCode就是说 微转家的那个 它也实现了这么一个protocol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可以 放在那边来调试的 就可以看到这里呢 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这么一个server.js 我可以在这里面设置 我们的debugging point 就是断点之类的 那我再次运行的话 比如说我再次运行的话 它就实际上会跑到我们 这段点过来的 可以稍微等一下 它执行效率是比较 一开始第一次嘛 这个比较慢的 但是呢 它在这里的话 它就会变成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进行一个断点 但是我 发现哎呀 这里 就我可以进行我们的 比如说step into 这里的话 就我们刚才的JS代码里面 又跳转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刚才实现的 这么一段R代码 比如说可以看 这是server里面的 就这一段R代码 实际上它会 生成一个临时文件 然后在这个临时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一步一步的调试 比如说stake over 这个加载一个包 比较慢 好 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把它Q掉 继续我们的presentation 然后GRA呢 另外一个作用呢 是它可以来作为 一个静态编译器 静态编译器的话 就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 叫做ahead of time compilation 叫做前置编译吧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提前把我们这个 一段Java程序呢 给它编译成为 编译成为这么机器码 也就是相当于 我们的静态编译器 相当于我们锡 或者锡加加的 那么一个编译器 那么这这么一来的话 就是说它的 可以跳过一开始 解释执行那一部分 直接进入我们执行 机器码的部分 也就是相当于 我们可以 在一开始呢 就执行效率比较快的 这么一个机器码 就相当于我们 静态编译了 锡货的锡加加程序 这是为了解决 我们原本 Java虚拟机 启动性能比较慢的 那对于我们 一些微服务来说的话 这实际上是非常 非常好的 那它的具体做法呢 是这样子的 它会 做出这么一个假设 就是假设我们 所有能够 能够 加载的东西是已知的 然后它会把 所有的东西 都给包括进来 并且编译成为机器码 然后合成一个 可承行文件 或者是一个 动态链接库 那么 比如说 我们在 这上面的话 就开发另外一个 虚拟机 叫做Subject VM Subject VM呢 是就是说 独立于 Hotspot VM的 另外一套 虚拟机 它有自己独立的 这么一些 垃圾回收算法之类的 内存管理 以及 以及它的那些 异常处理等等 那么我们上面的 这么一些技术杖呢 除了跑在 Hotspot VM之上 它还可以跑在 所谓的Subject VM之上 那么 刚才提到了 它的一个 效果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们 全部的 给导成一个 可执行文件 那么这个 可执行文件 的话 那它就是 可以直接运行 那么这里的话 先给大家 讲这些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用 C或者Java 写了一个HoloWorld 那如果说 我们是用C写了HoloWorld的话 大概 编译之后 它的运行时间 是在10毫秒以下 然后它所需要的内存呢 是在450K左右 然后所执行的 代码量 就是说 从启动到结束 所执行的这么一个 机器码的数目呢 是在 将近10万吧 这个10万 那如果说我们是用 Java虚拟机的话 那可以看到 用Java虚拟机 执行的一个Java程序呢 它需要用到的 时间 不管是时间 还是内存 甚至还是如果执行的 那个机器码的数量 都非常非常的多 就这是我们Java虚拟机的 一个这么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我们 把这个Java 给前置编译成机器嘛 那实际上可以看到 它已经接近了 非常接近了 我们C的这么一个 直径速度 就是说直径速度 然后我们的使用内存 也非常少 相对于这个24兆 也是非常少的 然后这里面用到的 直径数也是接近 这个量级的 而不是这个量级的 另外一个是用JavaScript 写的 那JavaScript的话 虽然说它也是一个 HoloWorld程序 但是后面涉及到的 这么一个整个引擎呢 它代码量是非常大的 就我们可以 把它看成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 应用程序吧 一个非常复杂的应用程序吧 那么V8是这么一个 可以跟刚才的 那个C的比较的话 就直径时间是差不多的 使用内存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代码量也差不多 然后Narsong呢 是我们以前 Java虚拟机 或者JDK套件里面 集成的这么一个 能够执行JavaScript的一个引擎 它所需要的 直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 然后所需要的 那个内存呢 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里就统计不出来了 已经直接统计不出来了 当使用了SVM之后呢 我们的所谓的TravelJS 语言实现 然后它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已经量级差不多了 而我们所使用的内存 是远远小于 Google的V8所使用的内存 这得益于我们这个 这个非常经典的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呢 它所执行的 执行数目也远远小于 我们原本的V8里面的 然后这里面可以给大家 做最后一个展示 这里面的话也没什么 它是一个Cotlin 官方的一个example 然后我会 这里会把它给打包 然后并且用 我们这所谓的 这个Native Image 也就是说我们前置编译工具 把它给编译成为机器码 那我跑一下 编译的过程呢 它相对来说还是挺慢的 因为它不仅需要 需要 它实际上 它在后面做的事情呢 就是不断地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 纳进来 就是所有Java 层面上能够 能够执行到的 这么一些东西 全部给纳入进来 这里看到 虽然说还是比较多 但是我们 在编译那么 DramaScript引擎 或者其他之类的 是非常非常多 能够达到几分钟的量级 不过这个呢 是在我们的offline 就是说在线下编译的 就是说你在线下编译之后 部署上去 那部署上去的话 就没有这个编译时间了 所以说这个编译 也就是说一次性的 会怎么样 那我们这里再来比较一下 应该是一个 这边我们会用Java来跑 以及用我们刚才编译生成的 这么一个可行文件来跑 你考了几遍 比如说这里的话 它用在Drama虚拟机上面跑的话 可以看到它需要用到的 时间大概是这么多 然后在我们的 在我们前置编译之后的话 它用到时间这么多 可以看到这个量级是有一定的区别 多少的这么一个加速笔 那么这是一个 一个编译成 单独的可执行文件的 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整套技术杖 是可以嵌入到其他的 这么一些嵌入性环境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MySeq 这是作为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就是说我们整套东西 是可以放在数据库里面运行的 然后现在比较成熟的 就是Oracle Database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整套东西 都放到Oracle Database里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 可以想象一个效果 就是说我们在 Oracle Database里面 执行一些语言 就是上层的这么一个穿法语言 比如说数据处理语言 R Python等等之类的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 比较成熟的就是JavaScript 我们可以在数据库里面 跑JavaScript 那么现在回顾一下 整个Grab VM的话 它是这么一个 一个效果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虚拟的这么一个执行环境 它能够执行 非常非常多的这么些语言 包括Java 包括JavaScript Ruby R XXX等等 一系列的JVM语言 以及一些我们用Trouble 所实验的动态语言 这些语言还可以混着来用 都可以一起跑在我们的Grab VM上 然后Grab VM这本身呢 又可以跑在下面的每一种 比如说我可以跑在 OpenGDK的JavaScript 所以你机制上 也跑在NoteJava上 或者跑在数据库里面 可以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 Stand alone的这么一个可执行文件 来做 OK 那么接下来一步是什么呢 因为Grab本身是用Java写的 实际上它在执行过程当中 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本身 它也需要被及时编译 才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效率 那么它就会导致 我们的启动性能 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些 就当使用了Grab 跟使用了C2来比较的话 就原本的原版本的C2来比较的话 它会相对比较慢一些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项目 叫做LibGrab 它是能够把我们整个Grab编译器 原本是用Dropa写的 把它给预先编译成为 这么一个可执行的机器码的 这么一个形式 然后部署到我们的Dropa写机里面 然后替换掉C1或者C2 或者全部都替换掉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跑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快的这么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叫做MySQL M1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MySQL里面的这么一个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MySQL里面 执行各种语言 现在我们还未发布 就是我们会在接下几个月 在我们的那个MySQL的LabsRelease里面 发布一个线版本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下一周呢 会在Oracle的Headquarter那边 有一个Oracle Code 1这么一个conference 然后他们会有给一个这么一个 MySQL M1的这么一个讲座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Travel语言 我们会继续地玩上 我们现在已有的Travel语言 或者是再给新 就新实现一些其他的 这么一些Travel语言 就是说 实际上在Oracle Code 1里面的话 大家如果说详细地去看 他们的这么一个议程的话 会发现高盛公司 他们自己也用我们的Travel 来实现了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 一个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就是说领域专用语言 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是用需要把这么一些Travel语言 都给集成到MV1里面 那这里现在的话 相对来是比较成熟的 就我们已经集成了JavaScript 其他的需要另外一些额外的支持 那么最终最为重要的 就是我们需要就各位 这样各位的这么一个贡献 也就是来自社区的贡献 那现在的话 我们是一个看源项目 就大家实际上是可以 到我们的那种网站上去看的 比如说如果说需要的话 这是我们的一个官网 然后这里面 这个medium.com的Gravium 上面有许与多多 讲我们的Gravium技术的 一个技术博客 它是一个在Gave上 host的这么一个open source 然后关于Enterprise 就是说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试用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OTN 就在Google上搜我们的OTNGrav 它能够搜到我们这么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上面 下载我们EnterpriseRelease 它是需要一个 就是如果说你想在 我们的产品环境里面 跑这个1E版本的话 是需要一个商业license的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做测试用途 它是不需要的 那么就这样我的演讲 就到这里我看一下 那我估计还可以 take几个问题 那么谢谢大家吧 如果说有问题 可以直接现在说或者是之后 也可以直接在会场上找到我 就直接跟我说 另外一个的话 当然也可以就直接 发邮件来联系我们 这都可以 刚才有一个比较是关于那个 就是Java语言跟Skala语言 然后在Grad上面跑 然后会有跟原来的C2的一个 比较的部分 那这边我不太理解的会是说 为什么会跟Language 因为Skala它最后还是 Build成BiCode 那那个Grad它的optimization 应该是对BiCode做事 那为什么会有语言上的差异 谢谢 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我在刚才是没有提到的 因为相对来说 比较偏技术一点了 那我们虽然说 都编译成为字节码 那它编译成为字节码的形式 是不一样的 就我们在Skala语言的话 它编译成为字节码呢 它是会出现 非常非常多的方法调用的 然后呢 我们的C2编译器跟Grad编译器里面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 是他们的一个叫做方法内联的 这么一个优化 那如果说我以一个方法内联的优化算法 它非常厉害的话 它是可以达到更高的 这么一个加速的效果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 看到这么一个1.2X的 这么一个加速比的这么一个 它实际上就是 因为我们的加速算法 是要比C2的加速算法 要更加优越一些 它能够处理很多那种 Skala里面的一种 非常深层次的这么一个调用 那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 这个1.2呢 实际上推特他们也自己测试了一下 他们在他们的产品环境上 测我们的Grad 1.1呢 他们可以测到1.2.2左右 所以说相对来说 应该是比较 比较合理的那么一个结果 他compan的时间增加的百分比 有没有这种分析 就是他的缺点 就缺点的话 刚才我就 只是稍微提一下 免得大家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 就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Grad的话 它本身是一个 用抓法写的 那它在一开始的过程当中 在启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Grad编译器呢 本身也是一个抓法程序 它本身也需要 也需要被及时编译 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抢占到 原本用来编译 应用程序的这么一个时间 实际上这里看到的数据呢 我刚才忘了提了 它是一个峰值性的 也就是说 它是考虑到我们 就所有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即时编译都已经完成之后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Grad在编译的过程当中 它也会产生 许许多多的一个抓法对象 然后这些抓法对象呢 都会对我们原本的 原本的抓法堆呢 造成一个影响 就是说我可能会 触发更多的局势 等等之类的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 它的本质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在 在原本的应用程序 所在的一个抓法 执行环境里面 执行我们这个Grad编译器 那它的解决方案 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案 就是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What's Next里面的一个LibGrad LibGrad呢 它会把我们的Grad编译器 给它预先编译成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 一个Binary 然后它能够 就拥有自己的一套 一个一个小堆吧 然后它不会干扰到 我们原本的应用程序的堆 也就是说 不会触发更多的局势之类的 那如果说LibGrad出来之后呢 相对来说它的 它的这 这刚才提到这两个缺点 是会被解决掉的 就不会再出现那种 比如说竞争 我们原本可以用到 应用程序 即时编译的这么一个支援 以及会干扰到 抓把堆的这么一个 就原本应用程序 抓把堆的这么一个 也一个干扰吧 就这两个缺点 是会被解决掉的 那这样的话就 相对来说Grad的 编译速度呢 也会跟C2差不多持平 然后但是它的编译效果 会更加好一些 这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 更好 现在的模式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Grad呢 是不会用Grad来编译自己的 因为相对来比较慢 所以说所有的Grad代码 都是跑在C上面 就是说C来编译Grad 然后Grad代码 再来编译其他的 这么一些应用程序之类的 那现在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那我想问一下说 就是 那我们以前写JNi的时候 在Hotsbar上面 会跟SubstrateVM上的差异 会是 就行为会差很多吗 嗯 那好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 这里讲到就我们 问题就是说 我们以前呢 是会通过JNi来调用对吧 那么 这个点我刚才也漏掉 它是实际上是我们 SubstrateVM的一个优势 就原本我们调用 通过JNi来调用 C代码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 因为我们需要通过JNi的 里面一些东西 再涉及到 Hotsbar的内部实现了 它会有一些 一些安全点检查等等之类的 这么一些东西 然后会给它 设置一些局部的 叫做Local Reference 就是JNi里面的那些东西 就这一块相对来说比较耗时的 但是呢 用SubstrateVM的话 它实际上是可以 跟我们的Native代码 直接联动起来 就是说我可以 甚至可以做到把 那个Native代码 给那里连进来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原本的 使用JNi 进行电用C代码 这么一个 一个overhead 给它消除掉 这就是说我们SubstrateVM的 这么一个优势 但是具体的 具体的用法的话 那也是会有一些些的 差异的 我们需要 就我们的用户能够 提前告知我们 哪一些 哪一些是我们的Native代用 然后我们可以在哪些地方 找到这么一些Native代用 以便我们能够链接过去 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